哈喽 我现在在云南的佛山县 在买水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爷 他要搭车 大爷去哪里 你去哪里 墨西的墨西 墨西 30公里 没有没有30公里 66 36公里 大爷说了 是去盲康的方向 给你瓶水 OK 我们出发 原来大爷要下车的那个地方叫墓雪 墓雪下 好 拜拜大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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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爷拿个橘子吧 年纪这么大了还在奔波 再见啊 在买水果的时候 大爷问我去盲康吗 我说去 他能不能搭个车 然后呢 我说我听不懂 他说30公里 我说好 我说完好了以后 大爷跑着去把他的包拿过来 我能看得出来 他已经最少50多岁了吧 然后很 很珍惜有一个能搭车的机会 要不然的话 不知道他怎么来墓雪这个地方 然后跑着过去拿了包 跑着开开启心的回来 让年轻人感觉特别心酸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老嘛 可能我老了以后 需要搭车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能 烧我一程 希望需要帮助的人 都可以互相帮助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